大帝玩失踪,马翅三分与灭火 这两位今季新金,加上不用500万美金的射手 在总决赛Gang3玩完 联手射入51分 带领马翅创出总决赛三分球的纪录 银黑兵团全场射入16球三分球 靠外围投射就已经成功灭火 主场以113比77大炒热火 7场4胜制,领先2比1 根据意义的是 邓肯、柏家、陈奴比利 联手第100场胜仗 自105年总决赛以来 首两场确胜一场 赢第三场的球队 夺贯率高达92分 唯一一次失败的就是两年前的热火 大帝立邦尖士 这场输得没了心机 上半场只得4分 全场进入15分 减费成MVP 他就只是说会为输球负责 但却没选择 连赛后记者会也不去 热火全队就看你台戏 下场生性点 好,来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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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来啦